嗨 你好 不懂你们有没有留意这个MYGCH 这个是上个拜五就是 16号的时候上市了 然后他 这个股票经济好像是 他派了很大的红包 从早上到下午2点 2点40分之前 如果你有机会卖进 在这段时间卖进的话 你至少都会赚几十% 大家来看一下 他派了多少红包 这里是他的价位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在2点40分 40分的时候才进入 所以已经迟了 从4分前到7分前 这个时间大概都是2点37这样左右 所以你进到这些 我只算这个价格0.15也是有赚 因为你看下 另外一个图是这个 他总共派了这样多 这里4分的时候 他总共派出8600LOG 这个100是LOG size LOG size就是100 所以这里要乘这个 就是0.04乘这个乘这个 当然不是0.04 如果那时我们可以 比如说我们是可以卖在 18分的话 18分减到0.04就是0.14 0.14乘8600就乘100 这里就是他亏了了这样多钱 他就送出这样多钱给你 为什么我来讲 他亏给你呢 因为他他会排位在18分那边 所以你是直接丢在18那边 在那小的那边 那个是CRNB来的 所以他们会收回那个票 所以那边就是他们亏了这样多钱 这个你看到0.04到7分是 他总共亏了这样多 还没有赚15仙 15仙你还是有赚 但是不多 这个是这个机会 我也是来不及拿 因为平时我只是注重 这个Busat Malaysia这边的 Combain Announcement 每天都会看的 所以这里从这边我会看 有没有机会 这个每一个进看一下 有什么特表像这些Others啊 或是那些 Changers和那些人家股东的权益啊 他们换了多少 有有卖进还是卖出啊 哪一个大股东啊 出票之类的 至于这个我就很少去留意 现在我会比较花时间去留意了 因为你看到这边 他刚刚出不久罢了 C 嗯 在哪里 看一下谁呢 这里15号的时候才出了 然后16号我们发现到不对劲了 你看一下15号 我给你看一下15号还是 他没更改之后之前啊 可能那个人负责填那个人没有去 注意看那个 没有去去看啊 是 bonus issue 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还是放4块钱 还是放4块钱 exercise price 7块 它们很新加 它们可以 不要换了 但是 可能是一种手段吧 然后 这里就改了 16号就出了 在announcement 如果 那些人手快的话 有注意看的话 就是每天就是每天开这里看的话 看到一看到这个的话 这个我不懂还是几十处 因为有没有什么留意 所以不行 我一看到这个 哇是2块钱的话是 一颗金就对了 不不过也是有有有很难多了 你看在这边600多 6百 60多万 他们就是600多钱了 然后 你看一下他们停牌 就是停止交易是从 2点40分到3点40分 我进入的时候已经是 哎这么这样奇怪 在四五下是在排 我还是排不到15分 这个机会就这样流失了 到目前来讲的话 这里就是多了 因为多了这个的话是 如果你买在19分 没有可能是10 虽然他是收视下至0.185 但是我们没有可能买到那个价位的 这里来讲 这个是最安全的 因为你看他的那个Premium不是很贵吧 才33% 然后现在是2块半MYG 如果是0-19分的卖进的话 他的母股旗带会进到虽然是2.667 不过我们一个bit 是1分 所以你这个Round Round up就是变成2.67 所以2.67之后他就19分对吗 所以 这里比如说你这个33% 33%的Premium也算的话了 OK 2.67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是0.19 0.19乘1.33 就是33%的Premium 他的这个位 他的是Round up的话就是0.255对吗 如果你说以0.19卖进的话 这里有要调过 3个Decimal place 然后 这里 这个也是要调一下 你是Round 65分 6.5分 不是65 这是 0.065 所以是6.5 刚才英文那边也是讲错了 所以在这边 6.5分 6.5分 除以19分 再乘100% 基本上是33 34%这样 34%这样 34%也是不错一下 但是 这里没有可能会 在这个价位卖 因为他的 他的母股是 可以上到更高的 以这个形式来看 你看到这里吗 这里是 横摆 横摆突破了之后 通常是不错一下的 你看到这里 差不多要管完那个缺口 那缺口是0.238 还没有碰到2.38 这里最低才2.48 0.02分 不过以这个量来看的话 可能会怕反弹的 所以目前来是看看他怎样先 跌到这里更低 刚才是好 跌低的话 我们就可以 可以 考虑 进这个 或者是这个 这些为什么不要进 是因为他的期限已经 应该来短了 尤其是这个 这个已经是过期了 然后你看下这个 这个也是没有交易了 这里 所以剩下的是 7个 7个里面这个也是风水很高 一下这个还可以 但是看你 快不快手 这个实际上是CNP 但是也是蛮贵一下 你可以看得到 CD那边会比较安全 因为那个 他们那个垄断市场的那个 那个盈利 已经是可以看得到了 但是这个乐器 对可以看得到了 现在是1月对吗 然后这一个月的 会1月到3月的业绩会出在5月 所以这个跟这个是可以看到 长期看好了 他至少是13块2 如果以这个来看的话 嗯不错一下 当然你要排除这些风险的话 排除这个expired date 因为他也接近expired date的时候 他 因为这里你一看到他的那个 exercise price啊 是这个 这个价位吗 所以全部都是在 在价了 所以他没有可能会跌到 0.005 这个最低的价格 没有可能了 所以这个排除之外 因为如果真的是跌到这个价位哦 你看一下啊 我排了 比如说0.005 我卖到这个价 他是亏钱了哦 所以这个是没有可能 这个也是没有可能 一点要清楚知道 这个就是他的风险 然后排除这些之外 就是这些就是很容易赚钱的一个 当你很理解他的风险在哪里时候 所以像你看到这个exercise price的时候 他已经是超过他的exercise price 就是这个母股的价格是超过这里了 所以他的最低价格是 你看他这里还有一点premen 那些不懂的人 还敢敢去卖进的话 就是等于是送钱给这个 maybank了啦 这个这个blocker 所以这点风险不是很难 难是在于你不拼除 然后追看一下这个myg 最值得看的是这个了现在 所以33% 基本上是 到了价格 我们是丢给那个 看到这里是best buy 和best sell 我们是丢在这个价位 所以不是排在价位 除非你可以预测他很准的到那个价格的时候 你就可以丢 这个是见好就说 不能玩这样多 因为你看下的那个单位不是很多 罢了 这些东西就是 看哪一个白痴不知道的话 就丢给他咯 不过通常这些东西 越知道的人知道的话 它的primor是非常高的 就好像那个put warrant这样的 希望你 可以 希望你喜欢这个video 谢谢